活得连尊严都没有,到底是什么感受呢? 大家好,我是小年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种族的人被当成宠物圈养的故事 在一个叫以嘎的星球上,三个德拉格少年正在玩弄一对奥姆斯母子 德拉格人在奥姆斯人眼里玩乎高大的巨人 奥姆斯母亲抱着婴儿绝望的逃窜 他像蚂蚁一样被玩弄 最后他被德拉格人抓起,摔死了 也就在这时,被德拉格人誉为科学之父的戴格斯和他的女儿提瓦来了 提瓦一看见那哭泣的婴儿就喜欢上了 他恳求父亲留下婴儿 父亲戴格斯同意了 可在婴儿被带回家后 戴格斯用神奇的机器做出了一个可以控制的项圈 题外可以通过项圈控制婴儿 他给婴儿取名,德 拥有极高智慧和文明的德拉格人 他们有一个神奇的能力就是通过冥想 让精神分离出身体,变成一颗球,然后有意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 一天,很多人聚集到有一个地方,听戴格斯的论知分析 戴格斯说,从地球上来到奥姆斯人 他们的论知能力和智慧有很大的提高 这种动物的适应能力很好 可能意味着是一种更先进的进化 他们的生命更短暂,但是繁殖能力很强 野生的奥姆斯人已经比他们被驯服的奥姆斯人进化得更多 虽然他们每三个周期就会集中清理一次野生奥姆斯 但是不知道够不够控制这个物种的进化 被抓到的德拉扯成了提瓦心爱的小宠物 一天德拉扒进一个小房间 后来看见戴格斯和他三个同伴在冥想 四个人的身体因为他们的冥想变成了各种形状 把德拉吓了一跳 于是德尔开始和提瓦日夜相伴,提瓦时分写下德尔 虽然德尔有时候很调皮 提瓦的教育是通过一个耳机进行的 机器直接把声音传入大脑 在记忆里永久刻露 即使提瓦在听耳机的时候也会带着德尔 得益于这个疏忽,德尔也获得了德拉格的知识 通过耳机他知道星球已嘎 只有一个卫星叫做原始星球 但是无论能在原始星球上生活 那里只能让精神存在 一天,提瓦的朋友喊他玩 他们拿出了各自的宠物 当德尔被放下去要和另外一个宠物决斗时 德尔差点把对方掐死 不久后,提瓦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冥想 开始了他的学习之旅 随着提瓦进入了青春期 他和德尔越来越疏远 德尔再也听不到那些课程 于是他决定逃走 拖着大大的耳机,最后潜逃 提瓦发现后和戴格斯说 他们用遥控器企图把德尔拖回来 但是中途德尔被一个野生的奥姆斯人给救了 象权被他破坏 他带德尔回到野生奥姆斯人的聚集之地 在拱园里的一棵大树里 大家看到宠物德尔的装扮都嘲笑他 故事也针对他 但是他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告诉大家 那些陷阱和字里装的是什么 让大家幸福 等到夜晚 德尔看到大家在举行仪式 然后一男一女便进行交配 部分人开始听了基地的知识 但还是有人不服德尔 于是组长让德尔和竹中一个人战斗 德尔穿上战斗笼 对方的战斗笼只是咬到了德尔的肩膀 但是德尔的战斗笼直接咬断了对方的脖子 德尔强大的实力 也让他彻底掌纹了脚 德尔换上了族人的衣服 和族人一起去偷德拉格伦的食物 第一次去偷就满载而归 可是在路上 他们遇到了生活在公园另一端的空行灌木的抢盗 食物被抢了 族人们遭遇了巨大飞行怪物的秘食 不分能被吃了 于是他们急行协利用利爪勾住怪物的翅膀 把他们的翅膀硬生生地扯破 在怪物死后 大家也谈缺了为时 后来有一天 有人看见公园的墙上写着 清理奥姆斯人 大树里的所有人都惊慌了 开始放手 等到夜里 德尔来到了空行灌木的地盘 他被那的奥姆斯人给抓住 德尔通知他们 德拉格伦要清理公园所有的奥姆斯人了 但是空行灌木的人不相信 还把他绑了起来 当天夜晚 德拉格伦就开始了清理行动 他们用一个武器不断发射圆盘 圆盘放出毒物 毒死了奥姆斯人 公园里到处都是奥姆斯人的尸体 空行灌木的时候 另一放了德尔 德尔跑回大树 然后跟那个女孩 把耳机偷出了公园墙外 大树的人都在这里 这时 两个德拉格伦路过 他们发现了这里有一群奥姆斯人 于是用脚去踩 不过奥姆斯人开始反击了 他们用利爪 勾住了一个德拉格伦 然后把他打死了 另一个德拉格伦逃跑了 不过大树的首领也被踩死了 大家都很伤心 为了找到一个没有德拉格伦的地方 存活的奥姆斯人开始了长途跋涉 他们去到了德拉格伦 废弃已久的火箭墓地 对于奥姆斯人杀死了一个德拉格伦之间 是德拉格伦的领袖们 感受到了深深的威胁 他们也立了认为 必须清理掉所有的野生奥姆斯 还有关于能否再养奥姆斯宠物 这个问题进行质疑 很快 德拉格过去了三个周期 这相当于奥姆斯人过去了15年 奥姆斯人们在这片墓地 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城市 但是 他们的目的是去原始星球 越来越多的宠物和野生奥姆斯人加入了进来 宠物和记忆学到的知识 使他们发展到了先进的技术 他们可以把德拉格伦创造的火箭 缩小成适合他们的尺寸 可虽然两架火箭已经完成 但是宠物们发来警告说 德拉格伦会有大动作 要清理奥姆斯人 果然 他们的清理行动马上就开始了 于是德拉格伦和少部分人 形成火箭去了原始星球 在那里 他们看见了很多巨大的无头身体 然后德拉格伦的冥想红球 飘来落在这些身体上 两者之间进行了德拉格伦的爱情交配 奥姆斯人看在心惊躲回了火箭里 但他们意外地发现 打碎这些身体 德拉格伦就会双目失明 于是 他们打碎了很多巨人身体 德拉格伦的大屠杀也因此宗志 德拉格伦一直到了奥姆斯人的报复 他们决定维持和平 于是与奥姆斯人达成了和平共赎的协议 之后 一盖星球有了两颗卫星 一颗子弹是德拉格伦的冥想目的 一颗子弹是奥姆斯人能造的 名为德恶 也可以称为 底球 片名 原始星球 1973年的动画作品 画风新奇 剧情紧凑 我知道这部动画电影 还是在前几年前 差不多埋藏了40年 少年才发现了这部作品 它可以说是 起今为止 我认为最科幻的动画 因为一般科幻 都是建立在人类思想上 可这部作品却是反常识 且非人类的角度构想 但终归还是夹杂了一些 人类史前的行为 所以的面会带上一些 嗯 色彩 凡之和文明 是否能够华为等候 在加工世界的背景下 夹杂着史前的场景 真的很想像 那个年代 制造出这种动画 强烈推荐 观看原片哦 我是少年 一位给你温暖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的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 尽可能会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